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枫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 在一段新发布的视频中声称 乌克兰军队正在给俄罗斯军队造成 数十年来最大的打击 俄罗斯的31个营级战术群 失去了作战能力 还损失了360多辆坦克 俄罗斯已折损约12000人 而乌军已有约1300人丧命 泽连斯基还补充说 大批俄军向乌克兰军队投降 但俄罗斯现在正在招募战斗人员 预备役人员 义务兵和雇佣兵 以求在数量上超过乌军 就在同一天 俄卫星社消息称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表示 俄武装力量在特别军事行动框架内 已经摧毁乌克兰近3500处军事设施 俄军在基辅东郊布罗瓦利 鲍里斯波尔等接近地和乌军展开争夺 西郊的俄军则在稳固了布查 伊尔片等区域的防御后 越过并部分控制了E40公路 部分控制了基辅市西区的远近接近地 而昨天 一段可能是由乌军无人机拍摄出来的视频 开始在网上流传 视频展现了一段相当完整的俄军在公路上摩托化行军 被路边乌军伏击 随后俄军展开战斗队形反杀 将损失降到最低的战斗尽头 据称 这段视频的拍摄地点 在布罗瓦利北郊的斯基滨 就在城区的入口处 北边有一个小型加油站 加油站靠西南方有一片树林 非常适合人员隐蔽 俄军以T-72坦克为前岛 后方有数量BMP-2型步兵战车 再然后是两辆T-72坦克 紧随其后的则是卡车车队 沿着E95公路一路南下 进入布罗瓦利区 没想到 公路右侧的树林里 突然打出了一枚反坦克火箭筒 从烟雾来看 有可能就是NLAW轻型反坦克导弹 这枚火箭筒打得相当准 直接命中了第一辆T-72坦克 但就在命中坦克后数秒钟 这辆坦克的车长炮长 已经打开顶盖 从驾驶室跑了下来 而后迅速向公路两侧散开 驾驶员没有汽车 而是一脚油门加速 迅速脱离了战场 发现前车被袭击后 车队后方的BMP步兵战车 坦克等同时动作 第二辆步兵战车 和被击中的T-72坦克协同行动 掩护坦克脱离交战区 随后的两辆步兵战车 立即转向主要威胁方向 刚刚转到位 即打开尾门 放步兵下车 交战开始后不到30秒 BMP-2步战车的 2A42型机关炮 已经在对乌军藏匿的方向开火了 同时 下车步兵也迅速展开战斗队形 有些在地面卧倒 有些迅速跑向公路另一侧并散开 依托陆基寻找掩护 除了步战车有所动作 步战车后方的后续坦克 也及时调整航向 将主装甲对准丛林 面对主要威胁轴向 遭到袭击后不到一分钟 T-72坦克向森林中开了第一炮 随后可以看到 第二枚反坦克导弹打歪了 打到了坦克前的地上 估计操作这枚反坦克导弹的乌军 已经被俄军坦克炮直接轰杀了 至于那辆被击中的T-72坦克 在驶离交战区后 坦克炮塔里一度冒出了大火 但灭火一爆系统随即启动 10秒钟左右就扑灭了火焰 车辆部分损坏 但是没有全损 估计后续可以修复 从这一战力中 俄军的表现其实并不好 毕竟交战地点距离布罗瓦利不到5公里 理论上已经进入战区 坦克和步战车居然没按照战斗队形展开 实施协同冲击 而是以一列长纵队形军 尤其是在通过树离 这种特别容易隐藏单兵的区域时 没有放下下车步兵提前清理 步战车机关炮 没有对准主要威胁方向 都是战场意识不强的体现 但是可以看出 俄军的基础训练还是非常扎实的 在遭到敌火袭击后 单车怎样处理 后续梯队如何反制 反应速度极快 处理相当到位 将损失降低到最小 还是很有一套的 至于乌军 只能说是勇气可加吧 如果乌军能将伏击区往南放 放到更靠近布罗瓦利的树林里 且明确主攻和辅攻 辅攻负责吸引火力 带俄军集中火力向一侧反制时 主攻部队在集火 打击俄军坦克布战车尾后 就有可能给俄军造成重大伤亡 但是从昨天到今天 似乎并没有出现 俄军在布罗瓦利一带 严重受挫的消息 只能说乌军在这一地区的抵抗强度不够 兵力似乎也不强 不清楚是正规军在打 还是国土防御营在打 按理说 布罗瓦利一带应该有乌军坦一旅 及72旅的部分部队 且看后续俄乌两军在基辅东郊城市 接近地的战况吧 无论如何 这一战力起码说明了一个问题 乌军想靠NLAW之类的反坦克榴弹来打坦克 几乎可以等同于自杀式攻击 这让大一万想起了那句话 在流干最后一个印度人的血之前 大英帝国绝不投降 据俄新社12日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 他已为与俄方会谈做好了准备 他还表示 希望和平进程实际行动 而不是只停留在口头上 泽连斯基表示 与俄方的任何谈判都必须以停火为前提 他还指责西方没有充分参与和平谈判 泽连斯基表示 俄罗斯正试图在乌克兰建立多个新的伪共和国 以分裂这个国家 他在影片中呼吁乌克兰各地区 包括被俄军占领的克松 不要重蹈顿内刺客和卢干斯克的覆辙 这两个地区的分离主义叛军 已自行宣布成立共和国 泽连斯基说 克松地区的占领者正试图重复建立 伪共和国的悲惨经历 他们在胁迫地方领袖 向地方代表施压找人行贿 他说 拥有29万人口的南部城市克松的施议员 拒绝了建立新伪共和国的计划 与此同时 俄罗斯军方表示 他们已在俄军占领的乌克兰东南部城市 梅利托波尔任命了一位新市长 近期 土耳其收到了普京送给他的一份大礼 先前被俄罗斯暂扣在亚素海的大批土耳其货物 将会备放通行 有人认为 这批货其实是俄方送给土耳其的 面对普京为北约成员送上大礼 看来泽连斯基又输在演技上了 乌克兰彻底被北约卖了 根据土耳其媒体的报道 之前土耳其有大约30艘船只 被扣留在亚素海不得通行 而这些船上面装着大量的小麦和葵花籽 如今 在西亚地区小麦已成了硬通货 价格很高 因此 土耳其才想要大量收购小麦 而被扣押的30艘船 只装有葵花籽和小麦 现在普京承诺这批小麦是之前成交的 价格还和之前一样 这等于送了土耳其一个人情 这样一来俄方不费吹灰之力就离间了一个北约成员 而且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已经同意 在对俄贸易当中避开美元和欧元 用俄方本币或者黄金来交易 另据路透社报道 泽连斯基表示 乌俄谈判团队已开始讨论相关的具体议题 而不是交换最后通牒 报道说 泽连斯基还称他没有看到北约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勇气 也没有看到他们接纳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共识 当地时间12日 俄谈判乌方代表团成员 乌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波多利亚克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乌俄进行第三轮谈判后 双方以视频方式开展了系列沟通 并成立了工作组 目前双方已接近就签署相关协议达成妥协 波多利亚克表示 乌俄双方提出了多种解决冲突的建议 对乌方而言 将签署的协议中 应包含双方停火 俄罗斯撤军 签署和平协议 修复乌克兰境内受损基础设施等原则性立场 最重要的是 使乌克兰获得安全保障 以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事件 波多利亚克指出 俄乌双方将致力于签署一份全面和综合的协议 目前工作组正在研究相关方案 并在法律层面进行讨论 以形成文本 最终的协议文本将由两国总统签署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